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伤服务 所以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好 我们更新下楼市的资讯 二手楼市持续走下坡 港岛传统藍丑屋苑质如冲南风新村 有两房户以低价沽出 成交价仅仅三字头 市传380万元 原业主持货约两年 账面竞涉226万 贬值接近四成 他说2022年的买入价是606万 今次的成交价传出来 所以380万输了226万 你会看到贬值幅度是37% 就是比中年楼价指数 或者猜股处的数是跌得多些的 因为现在最新公布的数据 应该是不超过25%左右 就是全港拉云的一个数据 就是你会看到有些地方 有些屋苑是跌得比较厉 有些屋苑就跌得不太厉 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有其他楼市相关的新闻 阿燕你可以继续和大家跟进一下 东涌影湾园五期海柏名底一间羊房 最新以2280万沽出 赤价9682元 跌穿1万元的心理关口 原业主这六年前以2780万摸钉 入市账面竞涉420万元 这个跌得没那么夸张 因为跌了15% 我想这些豪宅或者洋房的成交比较低 情况就是类似那些世界股 就是你会那个 那个价格的抹开的程度就夸张 所以那个成交跌幅的深度 每一单都有一些不同 再有一单就是内地富豪 资金乱团裂 海船门皇宫就临为银主盘 银主就劈价多过2亿就希望出手 是我们也都最近见到 就是现在的楼市 豪宅盘 又或者那些蓝丑屋苑 其实都跌得很厉害的 最主要就是你当初上车上得早 就现在死又死得早 那当然了 这一段时间我们见到新股不断推 其实新股就不单止这一期 是很多盘的 未来你看回凌汉豪 也就是那个搞土地的官员 其实他下半年都说明 是会再有更加多的新盘推出来的 因为现在我们刚刚过了上半年 其实新盘是按回全年的目标 都未推够一半 下半年是会有更加多 那那个供应更加多的情况之下 销售策略是一定要调整的 那现在我正如之前所说 分析过就是 销售策略呢 很多比较能力的发展商 是先开一个超级低价 引了你来看楼 然后做了一个市场效应之下 就慢慢加价加退 那这个就是我想说的一个地方 就是现在那些楼 不需要急着买的 我觉得你越早买呢 只是会输得越多 那甚至乎你是将这些钱 去做一做定期先 等一等再买会好些 那但是我说等一等再买 那就是说的是 站在一些潜在买家的角度去看 在我和阿妍的那个判断里面 我们是不会买楼的 就是我自己不肯定 我就不肯定你会不会 不要搞那么多 不要搞那么多 就是说 有钱真是放在银行那里做定期 又或者你想资本增值的话 你去找阿妍去了解多些 我也觉得好过你去买楼 因为你买楼 现在真的是一个最差的时间去买 亦都是一个 只会未来更加差的一个状况 比如像这个案子那样 中联石化前主席 13亿挑战亚洲楼王宝座 现在变为银主盘 他不是说要找下手那么简单 是直接被银主抛了仓 所以你想想 其实现在大陆的资金是很断裂的 甚至乎我之后是想录一个报告 说多些就是 小红书是现在有很多劝退别人 不要买香港楼的内容 生产出来的就是劝退文 真是叫内地的人不要再买香港楼 慢慢那些人会 之前常常说小红书自说 现在小红书就是一个大陆的民意反应 他叫内地的人不要再相信香港的那一班 楼市相关的既得利益者 去听到他们哄去买楼 因为现在是糟糕的 这个就是很想说的一个地方 我记得之前公布四月份 五月份的数据 是香港一手楼 现在那些买家 即大部分都是来自大陆的 基本上你 只有四成多的资金是来自香港 这个情况就跟以往就转了 因为以往买得香港一手楼的人 多数都是香港人 但是现在就大部分香港人 很多香港人 其实已经是看通了那个情况 因为你就事关 你如果真的买楼的话 你真的做可能八成按揭 九成按揭 其实你是倒上了未来二十年 那个生活模式 以及叫做现金流 所以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 叫做一动就不如一静 就是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就是宁愿可能租住楼先 或者和爸爸妈妈住住先 去看定些这个情况 才去到发展 事关于你看到这个数据来说 现在都是跌了二十多百分之一 当然某些楼就跌得比较 极端一些 可能四成五成都有 但是你说真的拉坏的数 就是二十多百分之一 那你和1997年到2003年相比 是有一段距离的 因为当年的数据是七成 所以现在就很多的本地人 都叫做按兵不动 就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就用一些以政制动的方法 去处理整件事 那当然了 那些大陆人就 他们对于那个楼市的信仰 就依然还在 因为始终有 太多人在过去二十年 大陆那个楼市 牛市的情况下 赢了很多钱 你如果普通司 你真的用尽杠杆去买 就是赢了一间 然后又加案 再买第二间 就是有些人是累积到 几千万到几亿身家 一个普通的侍赖 都能够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就很多人 在大陆的这个情况下 对楼市的信仰依旧是不灭的 只不过他们就转移到 那个阵地 就不在大陆 就买楼 变成香港 买楼 但是这个的 购买力 我自己觉得就未必可以持续到 因为始终 他们很喜欢 即他们的吸收资讯 那个速度 一定是慢过香港本地人 那么迟早都会了解到 那个楼市 其实跟大陆的走势 是相类似的 那当然就你说 大陆一定是跌得更近的 就是可能已经跌了八成 或者是几万元的一层楼 都没有人买 香港就未那么夸张 但是就 那个走势 就是相类似的 现在都是几成 我想都是很常见的 一个跌法 就是刚刚我们的盘 都是我们说过 这些蓝筹屋苑都在跌 这个三十几百分之 以往我们觉得 防守力最强的应该是 一些蓝筹屋苑 因为那些就不是豪宅 这些不是那些西架楼 西架楼就是说 是贫穷物品 然后豪宅就是这个奢侈品 在跌市里面一定是跌得很近 就是这些一定是跌得更近的 就是我们觉得 旧有意识就是 这些叫做蓝筹屋苑 的防守力一定是强一点的 但是现在就变成 我们看到蓝筹屋苑 可以三十几百分之跌 就是这个情况是十分之夸张的 是 还有最近我看回一些楼市的新闻 就是大部分都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统计方式 就是比如有一间的地产agent 它会说用普通话拼音的购买的买家 到底是那个数量有多少呢 它是会特别分一个category 去计算有哪些是疑似是香港人 有哪些疑似是新香港人 因为普通话拼音的买家 就是大家都会懂得分的 譬如我姓王的WONG 接着他们就换 就是另一个串法 他们会懂得分一些叫做 普通话拼音的人 就会将他们cad了做一个内地人 现在根据那些物业agent 做出来的数据 大部分的新盘是五成以上 都是这些普通话拼音买家的人 有一些人是聪明的 譬如好像 有个旧老板 其实他是广州人 他来到香港 就改了做一个香港的拼音 所以就变成了新香港人 他广东话也有些说不定 有少少口音的 我忘记了湖南还是广州 好像是湖南人广州读书 接着来香港发展 接着之后 他是当做香港人 但如果只是一些 真是很纯正的普通话拼音的人 都已经超过五成 其实真正是内地人 是可以去到六七成 因为有一些是刻意改了 广东话拼音的新香港人 他知道用那个普通话拼音 对不起 普通话拼音的新香港人 因为他知道用普通话拼音 可能那些人会当他是大陆人 没有优势 有些人会聪明的 是会把它改成 例如你姓流的 广东话就LAU 如果是内地就LIU 他们会懂得改成广东话 但是如果计算真正的 现在扣买力是来自大陆人 我觉得是比起统计 是会再多一两成 应该现在大部分的新盘 是接近六成至七成 都是内地买家 假如我刚才所说 现在内地资金链断裂 很多内地人输钱 小红劝退 接着其他抖音 或者社交媒体 都是越来越多劝退民 当这帮大陆购买力一消失 其实楼市是可以直落的 因为香港人已经很少在买楼 所以最近为什么会见到 江股买家的时候 这么多人去报道 就是因为江股买家脱无仅有 以前都是大陆人去买的 突然间有一个 好像是来自非洲国家的一个人 大家都对他产生了好奇 但我想说 当现在越来越多劝退民 在社交媒体里蔓延的时候 其实购买力是会进一步削弱的 所以楼市是必定PK的 我们早就已经预言了 是不应该买楼的了 所以大致上就是这样 还有没有更多新闻可以和我们分享 我们看看这个Blue Coast 在Blue Coast出现了八单二手的放售 有趣的地方就是Blue Coast的楼域 就是未收到楼 就是那些买家只不过是转售了他们的楼花 当然他们就不想吃虧 就是教他们买入价高了2% 但是你计算那些什么用金 或者其他费用 其实他们沽得出来的话 就算他们高了2% 都应该是吃虧的 最大的原因当然是 就是他们其实很多这一手盘 你说真的都比起 我想半年前或者一年前便宜了很多 他们就可能将他们现在手段上 买了的楼花 就先沽出来 收回那些价格就最稳妥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价格是金 就是你无论是你真的拿着那些价格 或者就算你不拿那些价格 你就可以在那个市场上 找到更加多 叫做砧价出售的一些的楼鱼 就是譬如之前我们上个星期 都谈过在屯门都有一些新盘 赤价去到八千多九千元 就是以往我想想象不到这么便宜 就是19年、21年是找不到这样的盘 但是现在这些盘就叫做比比街市 未来我都觉得是更加多这些盘的出现 是 那我们再看看 有没有其他楼市相关的新闻去再跟进一下 这个是乐建居住宅地楼标 没有发展商参与镜头 去年6月政府重启了 这个私人参建资助房屋计划 推出了私人兴建资助出售房屋先渡计划政策 首个招标项目就选择在柴湾 这个已经是自造标 但最终只获得了一份标准 这个地政总署今天就公布了 该地皮就因为地价的标金 就未达到政府就该用地锁定的底价 所以就不接触了 那个唯一的一份标书 是的 亦都反映着现在那个投地市场 都是非常之差 我觉得都是expected 就是我们经常一讲到地产和楼的时候 都是会用了面粉和面包去做一个比喻 那现在面包不行了 那其实你面粉呢 都是没办法独善其身的 就是那个原材料和成品之间的那个关系 那就诺建居现在流标 其实都反映着现在政府都拳路继穷 因为最近呢 政府推出来的那个标呢 中了的就是这个沙田匿元 但是那些人都计算就是同一个地区 以前这个曼泰和现在去对比 都跌了几成的 所以这个楼价是跌得很夸张 还有沙田小匿元的那一块地 是属于靓地来的 因为都是叫做近那个交通的书楼 相对地近的 但是呢 而且那一块地 都有一些很麻烦的附带条件 就是譬如你要建一些安务设施 然后又有一些楼层 又不准建楼等等 其实都有一些很难的条件 那么到最后 入标的人很多 但是真是中的 就是新鸿基 那我觉得其他人 都是有个觉悟去陪考的 那我们到时候再更新 那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 新闻可以和大家去跟进一下 新地的粉两笔换地补价 就变成了2500元 就较标准保地价低 除了政府卖地的价格回落 在新发展区的保地价同样都比较手心 新地就表示粉两笔 十区用地在第一阶段的保地价 约5.16亿 连同兴建大型公共设施的2.6亿成本 每尺地价大约是2500元 较标准保地价的金额低大概28% 你会看到现在的情况 不论是发展商投地的价格 比高位就低了很多 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你的发展商 需要向政府申请改变土地用途 才能够起到一些所谓的私楼去赚钱 政府其实都在这个位置比较手松 因为都知道楼价跌了很多 如果还会维持着一个很大的 或者很高的保地价的金额 那些发展商基本上就没有钱可以赚 所以这些位置只能够向它松手地处理 那便降低那些发展商的发展成本 你的地价低了 同时的保地价的钱又少了 然后你再加上建筑成本 或者利息那时 你整天的总价就会低了很多 在这个情况下 那些发展商才愿意去到 入市和发展一些楼域 如果不是你政府那些 可以批出来卖的地 基本上就不会卖得出 那现在政府的做法一定是 我不知道这么说 跟那些发展商是同一阵线 一定是想方法去帮那些发展商 去降低保地价的成本 去方便他们做生意 那我们再说另一件新闻 就是太古车位的新闻 我觉得都很值得去和大家说一说 因为刚刚一搜寻太古车位的新闻 就已经看到有一个公开的社团 是太古车位苦主大联盟 那就是有1,106个成员 那我们都可以再看一看多些 那这一个联盟 暂时是成立于 在2023年的10月16日 都挺有先见之明 大概是一年前 就已经知道自己将会成为苦主 那也开始有很多的铁文内容 分享一些车位的东西 那除了说大家一起放肤之外 有时都会看到他们会找客 又或者找一些短租 也都有一些想车客 就想找位 那样的 慢慢都变成了一个matching的平台 就是一边有需求一边有供应 那我们至于说回这个 太古城的车位劈价 都挺夸张的 就因为之前已经叫做卖得很便宜 最近的新闻也有一个新的发展 那我们可以交由阿妍再跟大家去更新 这个车位是太古地产 在今年3月就开始卖的 就是135万的卖价 但是短短在这个4个月之内 就已经是输了39万 就是这个28.5% 那我想都算是挺夸张的这个数字 因为4个月都是一跪多少少 已经是跌了这个数字 我想由这个数字的深度 是比起很多所谓的某一间屋苑的价格 就低了很多了 我想在这个市况下 就是复巢之下就起有缘路了 就是无论是楼市的跌势也好 或者是一个车位的跌势也好 都是非常之夸张 特别是一些那些车位 都算是一个的奢侈品 就是你是有钱人才去 叫做中产或者以上才去玩这些车 那现在你这个熊市跌下来 其实受伤得最今 就是一些有留意资产 或者一些有钱人 那他们面对着这个逆境的时候 就是第一时间 是会减少了一些奢侈品的开支 那你的车位 当然是首当其冲 那便沽了车位出来 那这些沽收行为 一定会令到车位价格向下差 是 还有看回呢 就是由135万呢 就买入这个车位 四个月之后呢 就立即估计出去 是输了38万 输了近三成 那都挺夸张的 也都有一些车位 是跌穿了100万的关口 那太古城都已经叫做蓝筹圆 那如果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都可以输 就是穿了100万 其实都挺弱的 就是反映着这个车位的market 那车位我自己都叫做熟一点 因为我自己就没有驾驶任何物业的铃 但是我又买到一些车位给家 那我没有后悔这个决定 因为我不是买给自己 我买给家人 那家人呢 是另一种的退休规划 我是预计车位会跌的 那但是为什么我也要买呢 就是因为我买车位 给他们拿着硬资产 总好过我突然间 放了几百万给家人 因为有时候他会收到个电话 就是现在是国安 就怀疑你的儿子买了东西 又或者现在你的儿子就给我们要挟 快点就给钱送回你的儿子 那然后老人家 其实判断率很低的 万一你真的拨现金给他 然后之后有这样的骗头电话 他会立即把我的笔钱 直接拨走给骗头户口 那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 铁都没得剩 那如果他是一个车位的话 你要沽车位也很难 所以你比较难给骗头 骗了整个过程 可能骗到头一半 然后你隔了两个小时 你就确定我 我就真的被人拘捕了 那你可以打给我的 你发现听到电话 你就可以确定到 就是那个是一个诈骗电话 那如果cash不同 cash真的流动性太厉害了 他会立即满水的话 那就糟糕了 那现在我家人就开着一些车位 他就每个月稳定地收租 当是我给他的一份心意 或者是一些家用 那都OK的 我爸爸妈妈现在的物质生活 还觉得比我更好 所以我作为一个孝子 我也觉得自己尽了最好的本分 那我现在都是一天吃一餐 乘搭公共加东工具 基本上省到尽 我准备参考你的一些省钱大法 就是阿賢也是一个很省的人 那如果真的计回我们自己的花费 不计在朋友或者请朋友吃饭那些 我们真的可以一个月是花四五千元 还要包括交通费 就是我们是很省的 那就是真的 这种感觉 我觉得都是现在有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那还有就是 现在经济的渐差的时候 省得一元就得一元 反正我的一元拿去买股票 可以博到十元 那我都是这样去想的 所以车位呢 我自己都会觉得 他的那个跌幅是比上最终大的 但是我完全明白为什么他会跌 而且如果是为了老人家而辞的话 我觉得车位呢 当初我的决定是没错的 因为我也有考虑他会跌的 但是我也有考虑就是我爸爸 妈妈会被人骗的风险 所以他开资产比拿cash 拿cash是可以一个电话 按几个apps的按钮 就立即可以把钱转给骗徒的了 那我爸爸妈妈年纪大 对于网络新识骗案的抵抗力是弱的 那我都考虑了这一点 所以就是我买了一些车位给爸爸 没有很后悔的 没有很后悔的 但是我都明白 就是有得必有神 这个就是有上榜的地方 就是你不是all in 的话 我觉得就输极有限 就是你的 叫做portfolio里面有些车位 我觉得就 不会说真的输得太夸张 还有这个叫做是买砖头 那跟买楼一样 而且一个管理成本 车位一定是比买房子便宜 你也不怕租霸 对 车位没有租霸 直接是拖车 直接封了那张卡 你入也不能入车 很容易解决 你没有什么管理成本 你说买房子又要装修又等等 冷气又要拿去整 就是每一年的人统计过 譬如你12个月租 都是收回10个月 那你就交管理费 车位就是比较容易管理的一些资产 没错 短期内就没办 一定是受制于那个叫做 叫做 但是你说真的有稳定 叫做现金流去收入 特别是適合一些老人家去到持有 不过长期来说 就可能真的未必那么好 因为现在谈的是那些自动駕駛技术 当你有个自动駕駛技术 其实那辆车就可以迫去更加偏远的地方 所以你就以往那些叫做黄牌地点的车位 在未来就叫做无聊可守 因为那辆车就去远的地方 如果你要驾驶的话 那辆车就自动自换回去 在你附近 所以你会将一些叫做黄牌的车位地方 那个车位的价格 一定是会列入来的 那就看看香港什么时候 就真的引入了那些自动駕駛 现在美国就有些车市在行 大陆就更加激烈一些 那些什么萝卜快跑 其实已经在车位 有百多架在做 香港现在还在谈那些网络车平台 怎么办 已经是落后了很多很多 那你就可能真的自动駕駛 那些叫做流行到 可能是五六年之后的事 首先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 CRS 留言 分享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是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八十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八十元的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订阅去问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解答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会解答你的 那是非常划算的 你问我们一百条问题 我们都会解答你一百条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了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时间也都放在comment 和caption那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这条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打赏我们 还有也都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那我们也都有一个点唱的环节 就是你只要在pay me那里 输入一些你想我们说出去的message 那我们就会透过我们这个平台 就去说出去的了 那所以希望大家都善用这个 点唱环节的服务 那也都除此之外 我是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是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和一些独特的独家分析 那甚至乎我现在做的奇人谈 是会找不同的嘉宾做访问 那里面也都会再有一些公开 不方便去讲的一些黑幕资讯 都会在patreon那里爆出来 也都有很多的电子书 电子杂志 和很多的精彩内容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绝密的 爆是非的youtube 那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的patreon 那最近我就最受欢迎的内容是讲一下 怎样可以帮现在香港人 是可以透过信用卡财技 套到30万出来 那这一招的财技套到30万之余 亦都是可以分期付款 其实是超过30万的 只要你懂得玩的话 那所以亦都帮很多现在有现金周转困难的香港人 就解决了他们一些的严微资金 那甚至乎有一些的税项的财技 是可以一月的税移到去五月才交的 那也都有这些的巧妙东西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订阅一下 那我自己也都有一个fortuneinside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就会多些上市公司股票内幕的分析 那至于90后投资经理阿妍呢 我的节目拍档他的投资回报也都是非常之厉害 近年都很轻易会找到一些两三日前买 之后就会爆炸性回报 几十个percent至一倍的股份 那大家如果对于投资港股 或者美股策略上面是有疑问有兴趣的话 亦都可以找一找他 就把握现在这个机会的窗口 那至于联络他的方法 下面就有一张Google Form 也都有一条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都会留下这个Google Form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他 了解一下他的那条策略 那这个就你们自己私底下联络 那就无需要去经过我的 那我也都相信 今年呢 是一个最重要的机会窗口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一年的机会窗口 要找多些钱 去做好整个人生的资产投资的财务部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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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